烏克蘭官員說預計星期一有更多平民能從馬里乌波爾撤離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星期日晚說超過100名平民已經離開 以色列猛烈評擊俄羅斯外長關於納粹主義和反右主義的不可原諒評論 包括聲稱希特拉有猶太人血統 以色列召見俄羅斯大使抗議 尼日利亞緊急服務官員說拉郭斯的一座三層樓建築物倒塌 造成8死24箱 建築物倒塌在尼日利亞很常見 尼俄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布基拉法索、基萊亞和馬里的軍政府 盡快將權力交給平密 古特雷斯星期日在蔡里加爾發表上述評論 上海星期一報告在封鎖區域外的58宗新冠病例 周末之前的消息指隔離區外沒有確診病例